其实您二位相当于当时会经常在一起吧 开始的时候经常在一起 因为我们是一个单位的 哦 一个单位啊 北京学团 后来他跑了 后来对 后来他年轻 后来他去影视剧去 您就没劝劝他 说你这不务正业 这个不但不劝 还支持 为什么呀 因为相声是我们作为演艺界一个从艺人员的基本功 对 就是你只要把它学通了 你从事别的都要便利的多 对 都要方便的多 因为从表演上来讲 你要塑造一个人物 你要抓住这个人物的特性 水性 而且相声演员 其实是不停地在塑造人物 这就是这样 很瞬间的 他就是在一个时间段里边 跳出跳入不停地演各种人物 对 一定儿子要抓得准 学得像 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表演上来讲 有很大的帮助 没错 其实那个时候 我现在想想 您真的挺勇敢的 因为要那个时候 相当于您把铁饭丸给扔了吧 是 能这么理解吗 对 那个是90年代吗 还是80年代呀 80年代 80年代 老爸老妈不说你啊 我90年代辞了个职 差点让我爸给我骂死 真的是 那都99几年了 你知道我在团里的跟我们团长 最后的一句话怎么说的吗 此地不养爷 自有养爷处 好 发脸啥就 年轻 气盛 想到哪儿他就敢说 对不对他不管 不玩 于真老太太 是个不错的老太太 对 是的 特别爱财的一个老太太 那就是不爱财 人家在管你呢 舍不得你走 就是他不想挣钱 当时没有这个想法 他不像我们这样的 因为我们穷 所以我们为了把家庭生活搞得好一点 所以我们需要多挣点钱 他生活富裕 他们家有钱 所以就养成了他这种公子哥的这种体验 我不干了 我就是干这个 我就干那个 说干什么 哪儿他都敢闯 因为他吃饭没问题 我们胆小 对不对 因为年龄差别大 我们吃不上饭不行 另外我们吃不上 那儿还有一群孩子呢 对 你想想 所以我们是胆小的 所以我们也没多大出息 所以说这国善大哥呢 可以讲 不管是在文艺界 还是在取艺界 都是模范 各方面的模范 业务业务上 家庭家庭 家庭家庭上 做人做人上 都是可以讲德高望重 师兄弟儿别说这个 就是我说的是 让人家说咱自埋自夸 说的是事实 咱就是这么平安的过来了 是的 当时他辞职走了之后 你们会不会觉得 这小公子哥 会有这感觉吗 没有 不是 当时说老实话 北京体育团的实力 是很强的 演员 你像在当时来说 李金斗 王先祥 刘弘怡 这些 孝林 孝林 这些个人 对 都是属于底层 是呀 除了孝林 当时因为他一炮打响了以后 他受欢迎 他的厂口挪得到二 其他的都是轮流开厂 那是一天 史文会都在 都在 而且实力非常凶厚 后来慢慢的才发展起来 就大家分开了 金斗 建华 他们都上广播了 红仪 我 孝林 我们上铁路了 千祥 曾瑞 他们上煤矿了 大家都分开了 这才显得 那个时候 我觉得像他们这么年轻的人 都没有演出机会吧 确实显不出他来 显不出他 而且当时像李卫健他们 他说小孩都是 都在学习 还没毕业了 他们还没毕业了 没错 而且在李卫健 他们前头有一拨孩子 毕了业了 已经好多年 像这么李卫天凯 康悠纯 像这 张志强 他们都已经 那都是让上一回场 都非常高兴的 所以显不出他来 但是他又自己 又有点自信心 雄心壮志 用我们的话来说 有点好高骛远 对 用这个 他有雄心 让他闯一闯